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葛兰丹 Road的Blog 28号 然后你看到呢 周围呢 其实是主要是租给不同的住户 我们这里因为靠近小印度 所以有蛮多印度人的 然后他们会 比如说最近下雨比较多的话 他们就会把这些衣服呢 都是挂在这里 在公共的地方来的 有不少人呢 其实他们可以买下这个公共的地方 比如说 只要你的那个门口呢 没有任何的阻挡的话呢 你就能够买下那个空间 所以有些人会买下那个空间 这是那个房子的风景 我当初买这里的时候呢 考虑的就是可以看到风景 而且低点不错 所以当你买高层 还有可以看到风景的话 你的房子呢 会特别的贵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样 这是我对面的那一桌 OK 所以我们进去里面看里面的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三房式的主屋 我是把其中的一个房间呢 打掉 所以我的厅会比较大一点 它整个面积呢 大概是 大概有70平米左右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房间 就是我的那个主人房 还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客厅 然后 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典型 70年代末的一个三房式的设计 所以厨房呢 其实是比较大一点的 现在我们新的主屋厨房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也把这个厨房的墙打掉 因为让整个空间呢 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所以有很多人都喜欢 就是悄悄打打 把一些墙弄掉 然后 但是你这个都必须跟HDB 建物发展去申请的 因为不是所有的墙都可以打 那旧的主屋呢 有几个不错的地方呢 比如说 像这个丢 丢垃圾的地方 垃圾槽 就在房间里面 当然其实有点 怎么讲呢 不卫生 因为特别是政府 他们经常呢 会就是喷洒 那个杀虫药啊什么 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盖好 比如说 它会提醒你 那你在那几天内呢 你就必须用那个胶布 把那个 整个垃圾槽封起来 不然呢 那个蟑螂呢 会从垃圾槽里面跑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很多的 组屋呢 它的 新的组屋呢 都把那个垃圾槽呢 建在那个 那个外面了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一个晒衣服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比如说在这里洗好衣服之后呢 就会 到旁边去晒衣服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 那个铁的 我是这个是要自己买的 很多人用的是组屋的那个栏杆 其实 呃 现在它的新组屋 设计没有这么 这样 现在这个 这个 比较 感觉是老人家比较麻烦 跟比较危险的 然后这是一个 呃 它原本那个厕所呢 是 呃 马桶的那个部分跟 呃 洗手间的部分呢 是分开的 呃 就是呃 呃 洗澡的部分跟马桶部分是分开的 所以我也把它打通了 把其中一个门呢 封起来 所以这是那个洗手间的一个呃 呃 样子 是这样的 本来这是一个 一个空间 我把这个墙 中间的这个墙打掉 然后就变成这是洗澡的 本来这是两个 是两个空间的 然后呃 呃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新加坡政府会经常就是翻新你的主屋 甚至是加盖一个东西出来 就比如说这一个小小的储藏间其实也是一个房间呢 它是加盖出来的 那加盖出来呢 其实也蛮够 所以有些人会把它租出去 因为这一代的租金比较不错 所以他们连这个房间也租出去 大概租可能400新币左右 所以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储藏的一个空间来使用 所以这个政府呢 会定期 你看到后面 如果你仔细看这些主屋的后面的部分 那个窗的部分呢 它其实都是突出 加出来的 所以就是我现在占的这个空间 看得到吗 就是这个部分 这些部分 就是加盖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政府 主屋翻新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不少人都欢迎这样的一个措施呢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给你的房子更大的一个空间 那同时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增值的一个效用的 所以很多人会用这个来 跟他想卖房子的说 我们有做过这个额外的小房间 他们这个小房间叫utility room 是类似可以使用多功能的一个房间 所以这主要是 HDP里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 继续 现在看来 现在有很大的